吃了几十年的豆腐还是指服这种做法 也可以说是四川人百吃不腻的做法 每家每户都会做 比麻婆豆腐还要好吃 首先豆腐的话我们准备这种胆水豆腐 这是最传统的一种豆腐 先来把它切成厚薄均匀的片 大小就是这么大就比较合适 然后厚度的话就是0.8到1厘米 尽量把它切来均匀一点 最好是用半肥肃的 像我这种前腿梅花或者是五花肉二刀肉都可以 再来切上一点姜葱蒜片 这里还有一丁点泡姜 咱们也给它切到里面提味 锅内来上一点点油 先把锅制一下煎豆腐 把锅制好过后下豆腐煎 把锅这样子拿起来晃动 让它受热均匀 一面煎好过后来轻轻的给它翻上一面 有的没有翻过来的就用筷子稍微夹一下 因为油比较多我不敢把幅度甩大了 还把甩到手上 继续把这一面也给它煎至金黄就算可以了 不要煎得太干了 太干了等于或者吃起来没口感 将就煎豆腐的油 下切好的猪肉 来两口干花椒 刚才切好的姜葱蒜 再来上一点两年成量的红油老豆腐 咱们今天这道豆腐它的味型是家常味 家常味炒出来好不好吃 这个豆腐就是最为关键的 我用的这一款它是一款两年成量的红油老豆腐 炒菜不仅仅颜色香 并且味道还特别的好看 最主要的一点它是一个露色食品 没有任何的食品添加剂 吃起来安全放心老少皆尼 它的颜色就是成一个这样子的褐红色 炒出来真的是特别的巴适 喜欢吃我同款高品质豆腐的朋友 可以直接点视频下方链接去购买 豆腐这个东西一年都吃不了两瓶 一定要吃这种零添加高品质的好豆腐 大家看到没有豆腐一下去 颜色立马就出来了是又香又红亮 烹入一点花雕酒下豆腐 先翻炒均匀 再来加水豆油白糖鸡精毛油中小火 给它烧过五分钟左右把它烧入味 烧好过后水淀粉给它勾一个薄芡 主要是让汤汁扒在豆腐上面 吃起来才更加有滋有味 这一步是很重要的哈 还有一个就是最后烧出来 一定要是量汁量油 不是那种浮起浮起的哈 浮起浮起的就搞不到刺 卖不到钱也不好吃 最后淋点黎明油 关火出锅就行了 看起来就很巴适哦 最后给它撒上一点性感的冲发 美味继承 咱们今天的川味家常豆腐就做好了 蒸子最后的豆腐是外香雷嫩 熬一口下去的话里面还会爆汁 搭配着猪肉吃起来口口都是香 整道菜做法很经典家常简单 喜欢吃的朋友可以收藏着 有时间的时候是着告一哈 不喜欢的就只有免费看完撒过了 这块豆腐他吃啊 这一张这牙齐的 家常豆腐 我记得在成都的时候 麻婆豆腐卖的是8块10块 这个豆腐反正是12块 这豆腐有肉大概 麻婆豆腐是肉啊 很多方吃麻婆豆腐没肉的就是 这家伙都要吃麻婆豆腐 要吃豆腐你看 好不好吃啊 放在给镜头点个赞 那镜头在哪里啊 给镜头啊 一个豆腐一个福豆 一个昨晚上剩菜 螺丝 点赞 你打人了